好的电影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看电影了没 我是K猫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 被粗暴对待的成长 狗狮三 这部电影是 闲云野雄 陈光明和春生 等应该可以行人推荐的 么么哒 李家第一个孙子出生了 全家人特别高兴 孩子爷爷说 这回是个男孩 起名字就不能随便了 他给孙子起名 招招 许子孟子的 贤者以其招招 使人招招 说起起名 当初孙女的名字 就是随便起的 叫李丸 说到李丸 气氛突然冷下来 奶奶说 这事先不急着让李丸知道 等什么时候李丸高兴了 再找机会告诉他 李丸父母离婚后 他被判给了父亲 父亲生意很忙 后来另取 李丸从小就跟着 爷爷奶奶长大 由于从小就没有父母在身边 加上性子 本就内敛沉默 大部分时候 全家人都对李丸 小心翼翼的 生怕他不高兴 尤其是爷爷奶奶 对他更是总容浇灌 跟普通的中国小孩一样 在李丸的成章里 念书跟找身体 是两件天大的要紧事 李丸成绩不错 就是有点偏刻 他喜欢物理 喜欢想关于宇宙的事情 拖后腿的是英语 当他还在考虑是参加物理小组 还是天文小组的时候 英语老师把他父亲 叫到学校 劝李丸加入英语小组 他说李丸如果英语成绩提高了 能进签十名 父亲符合着老师的话 也虽李丸参加英语小组 可这孩子从小就像 父亲见他不听 不耐烦地推开他 替他签了字 看他不高兴 又拿出钱来哄他 说自己都是为他好 李丸不明白 为什么大人总是一边说为他好 一边做些让他不开心的事 就像每天早上 奶奶让他喝牛奶 他从小就喝不了牛奶 一喝就吐 可在奶奶眼里 牛奶这么有营养的好东西 怎么会喝不了呢 孩子读书的时候 是最需要补营养的 李丸和父亲之心 一直有隔阂 爷爷奶奶都看在眼里 平时李丸父亲发火的时候 他们总是护着李丸 毕竟这个孙女 是他们一时一范 拉扯大的 但他们还是希望 促成李丸与父亲和好 父亲因为英语小组的事情 送了一只小狗 哄李丸高兴 结果李丸一听 是父亲送来的 立刻变了脸 没想到小狗 却像是认准了李丸一样 天天跟在他脚后 李丸拿他没办法 渐渐也就不排斥了 他给小狗起名叫爱因斯坦 还去买猪肝 给小狗做狗粮 爷爷奶奶看在眼里 自然也高兴 原本不喜欢羊宠物的他们 看着小狗也喜欢了 爷爷每天带着爱因斯坦 去买菜 有一天 爷爷带爱因斯坦 出门的时候 没双狗绳 结果买完菜一回身 爱因斯坦不见了 这下爷爷也慌了 他立刻找来李丸的父亲 一家人商量的结果是 先稳住李丸 于是李丸的后妈出面 送了李丸一双汉冰鞋 李丸刚开始学滑冰 看到冰鞋十分高兴 可他刚高兴不久 就发现爱因斯坦不在 在他的追问下 不禁告诉他 狗是自己跑的 爷爷年纪大了 追不上 那你们去找了没啊 大人们乌烟已对 李丸自己跑出门去 大街小巷的 换爱因斯坦的名字 跑到半夜 还是没找到 爷爷追来 劝他回去 他不肯回去 拉扯中 推了爷爷一把 爷爷倒在地上 扭伤了脚 这件事 撑了李丸心里一道 过不去的坎儿 他依旧白天黑夜地找 家里人 你拿他没办法 父亲压着火气 极度想发 被爷爷奶奶拦下了 后妈出了一个主意 找一只 跟爱因斯坦一样的狗 可第二天 李丸一见着狗 就知道不是爱因斯坦 后妈却说 李丸要是再无理取闹下去 就是不懂事了 李丸 你苦天呛弟弟要爱因斯坦 就现在把爱因斯坦 给你造回来了 你再也不搞兴吗 你是耿耿过不起你 还是耿你耶尼奈欧不起你 原来站在李丸一边的堂姐 也因为奶奶一个眼神 倒个劝他 认了这条狗 李丸气不过 要把狗丢出去 结果一向闯他的爷爷 竟然发火了 他不明白这孩子 怎么就没完没了 非要小题大做呢 在爷爷的高声训斥下 李丸委屈地哭了 他不是非得要一只狗 他只是希望 大人们能证实这件事 帮他找爱因斯坦 实在找不到也没办法 而不是拿一只假的来哄骗他 可是所有人一致说 这就是爱因斯坦 还逼着他认 就好比拿了一坨屎 来恶心他 还逼着他吃下去 就这样 这条狗成了新的爱因斯坦 尽管李丸不承认 但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 可在李丸心里 没有过去 他跟家里赌气 深夜不归 回到家时 奶奶因为担心他 外出寻他去了 暴怒的父亲 砸碎了他手里的酒瓶 他捂着流血的手 被拽到车上 原来奶奶多年不出门 在外面迷了路 他们最后在路边找到了奶奶 回家后 父亲多日来 积攒的怒气 一并发作 扯着他 一顿踢打 平时父亲发火时 爷爷奶奶总护着他 这次 奶奶护着也没用 李丸第一次知道了 暴力的可怕 他被吓坏了 在父亲的摔打和怒吼中 他低头了 风暴过后 父亲冷静下来跟他道歉 父亲让他坐到腿上 说自己最近生意上的事烦得很 偏偏他又这么不懂事 长到了该学着懂事了 临走时还叮嘱他 狗回来了又记得喂 好像所有事都可以用一句 都是为你好解释 因为父母不容易 可什么是懂事呢 大概就是做 让大人们满意的事吧 李丸借借说脸的身上的刺 他不再甩脸色 只是比以前更沉默寡言了 他和父亲的关系 也不像以前那么僵了 尤其是他考了好成绩的时候 父亲会夸大有出息 仍然是一个好父亲 和一个乖女儿 至于爱因斯坦 他已经不再找了 他曾起过念头 把家里那条狗丢了 可是当一只 勿飞进教室的蝙蝠 被老师打死的时候 他突然明白 那条狗是无辜的 弱小的 和这只蝙蝠一样 和爱因斯坦一样 于是他把狗又带回了家 虽然他依然不叫他爱因斯坦 但他已经学会 为了大人们 看中的表面的和气 接受一切 可以忍受的事情 就像那天 父亲突然说 他有一个弟弟 他平静地接受了 没有大人担心的不高兴 看着所有人 围着弟弟 唱声日歌 他坐在人群后面 并不觉得失落 日子在一团和气里 平淡地过去 他的生活里 多了一个混世小魔王 全家人都宠着他 唯独李丸 很少亲近他 连奶奶都劝李丸 跟弟弟玩会儿 父亲也会不顾他 要准备演唱稿 拉着他陪弟弟 去公园玩 可当他要带弟弟 去买冰淇淋的时候 后马又戒备地说 弟弟太小 不能吃冰的 弟弟在家里 横心惯了 那杆子 打破了奶奶的头 父亲却说 他还小嘛 李丸不明白 为什么大人 在孩子小的时候不教育 过了几年 就要求孩子懂事 弟弟依然横心霸道 尤其喜欢欺负家里的狗 狗被打后狂吠 后马跑过来一看 说这狗疯了 吓着孩子怎么办 只有李丸知道 狗平时不这样的 他推开父亲 走上前 狗在他的安抚下 平静下来 委屈地趴在地上 爱因斯坦 不怕 他终于还是叫他爱因斯坦 和爱因斯坦 还是没留住 第二天 他从市场里 给爱因斯坦买来猪肝 一进门就听到 后马嚷着 让父亲把狗送到狗肉店 原来狗把弟弟咬了 李丸知道 自己阻止不了了 他只求父亲 不要把狗送到狗肉店 父亲推开他 带着狗开车走了 他跑遍了全城的狗肉店 最后也没找到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再一次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他有时会想 如果有平行宇宙 是不是很多事情 就可以有别的可能性 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 和难过了 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 生活会与现在不同吗 可是即便他改变了选择 可如果环境不变 结果又会有多大改变呢 就像那次 父亲答应他 带他去看天文展览 可到了那天 父亲却说 先带他去参加一个饭局 眼看时间不早了 父亲却说 再等等 他听着最主位上的那位张总 从双子的无为而至 说到做人要低调 书读得越多越孤独 一周人跟着附和 还教育他 时间简史这种书 只是给小孩看的 应该多看看国学经典 那才是大智慧 父亲让他敬张总一杯 却不知道他不能喝牛奶 他犹豫了一下 拿过父亲换的酒 慢慢喝了下去 那一刻他明白了 什么是大人呢 就是 你不喝 就是不给面子 你喝了 我再白白手说一句 其实不用 后来他等不及 提前溜走 可等他赶到的时候 展览已经结束了 相比之下 堂姐礼堂 就为他成熟得多 礼堂会看大人眼色心事 也会像大人一样 习惯于粉饰太平 哪怕是自己的男朋友 一心别恋理完 他也不会因此 与唐妹反目 得罪有钱的小叔 那个男生 叫高放 认识李完后 被李完的奇思异想 所吸引 李堂洒脱地放了手 至于李完 他才不会因为 纹身这种激浪感动 他只是需要一个 能听他说话的人而已 而那个人 听不听得懂 并不重要 有些事 自己就是做不来 就像他逼着自己 喝下牛奶 结果吐得一塌糊涂 他不擅长英语 在演讲比赛上 咯咯巴巴被喝倒彩 可他喜欢的物理 却在全省竞赛中 得到第一名 而有些事 可以忍耐 就像那天 庆功宴上 他吞下那块狗肉 无心之人 好意为他点了一道 招牌菜 全家人摒弃凝神 怕他会爆炸 他停顿了一下 然后谢了对方的好意 吃下了那块狗肉 其实这之前 他又去找了爱因斯坦 不幸带他去了 流浪狗中心 结果管理员告诉他们 爱因斯坦去了之后 绝食而死 他对父亲 说了句谢谢 知道爱因斯坦 不是被送的狗肉店 他已经很庆幸了 他不指望父亲 能做更多 要知道 父亲那代人 是在一个 更为贫瘠的年代 在粗暴的教育中 长大的 一代一代人 都是这么过来的 说为你好 是实话 又不是实话 因为那往往 只是施语者立场的 为你好 他们习惯于粉饰太平 擅长以 孩子还小为由 重容溺爱 用一句你要懂事 来代替教育 再用一句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来总结自己教育的失败 从娃还小嘛 到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之间 好像并没有什么过度 缺少尊重和理解的管教 培养不出 有营养的灵魂 可悲的是 很多被这样管教长大的人 后来也成了这样的管教者 他们不知道 孩子是什么时候 突然就长大了 懂事了 也看不到 那背后曾被撕咬的 血淋淋的结痂 好了我是K猫 请订阅我的频道 看电影了没 和我一起成为K星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